在C裡面提供了一些函數功能 方便我們去寫Program 例如ABS這個絕對值 Power這個是次方 Square root就是開方 另外還有Sealing Floor 除此之外也有Sinecos Rand出除基數 再看看這個Example 假設想輸入兩個整數 放X放Y 然後計算兩個數的相差多少 不過要正數不要負數 所以用ScanF輸入句子 Percent來兩個整數 分別放X放Y 那X大一點 Y大一點 是X-Y 因為Y-X 我們可以加一個if的句子 如果X大於Y 就上面這一句 否則做下面這一句 第二個方法 我們可以不理那麼多 不理哪個大哪個小都好 照樣X-Y 然後加一個function 就叫做ABS ABS是拿絕對值 要正數不要負數 兩個方法都可以得到同一個結果 但右邊方法就會比較簡單 先看Example ABS是拿絕對值 所以負十會變回正十 正數依然都是正數 第二個是Power POW指數 這個3,2 就是3的二次方 所以答案是9 這個2,10 就是2的十次方 2乘2乘2乘10 所以1024 反過來 如果這個不是3,2 而是23的話 答案就是8 第三個叫做SQRT Square Root 就是開方 開方16就是4 開方81就是9 第四個是一個除數 整數除整數 是會給你整數 這是C的特性 所以22除5 本來是4.4 不過因為整數除整數 就出回整數 而下一個有小數 所以就會出小數 答案就是5.2 至於percent 就是除數拿餘數 22除5 5四中二十還剩2 所以答案是2 我們先看回第一題 如果x是-2 y是25 所以abs 就是絕對值 答案一個是2 一個是25 要正數 不要負數 跟著SQRT 就是Square Root 開方 開方y就是25 就是答案5 另外 先做裡面 power x3 x3次方 所以 -2乘2乘2乘2 是-8 再用abs 就正了 變成 y2 1次方 其實就是開方 答案是5 這個先做裡面 x4次方 -2 4次方 就是16 再Square Root 開方 答案是4